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敖影惨招削弱 来另外隐身机制回调 体验服迎来重磅更新 一共涉及到八位英雄和三件装备调整 快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是敖影削弱 二技能强化普攻的回复效果 对非英雄单位减半 那这个改动大大降低了敖影的续航能力 迷魂方面可能会带几个夺翠了 使用大招后不再刷新一二三技能 降低了敖影的反打能力 基本上大招只能用来保命逃跑了 然后就是蓝灵王隐身机制回调 现在蓝灵王在隐身状态下 再次点击四技能 仍旧会处于隐身状态 不会显行 不过根据距离远近而变化的感叹号 仍旧存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蓝灵王对脆皮的威胁 接着是孙悟空加强 二技能CD前期减少 后期保持不变 变相加快了前期的刷野速度 以及加强了伤害 那我们猪八戒也迎来了调整 被动和一二三技能的基础伤害 以及等级层层伤害增加 统一改为了额外AD加成 一二技能CD减少 并且一技能对所有非英雄单位 都会额外提升50%伤害 变相提升了发誓速度 伤害能力以及坦度 被动残血转化比例 从对英雄的45% 对非英雄单位的20% 变成了30%和15% 每一千额外生命值 提升3%和1.5%的转化比例 那八戒这步调整 让三个输出技能 都变成了额外AD加成 但是残血转化比例 又受到了额外生命值影响 那策划大大可能是想让八戒 往半肉战士的方向发展 那江东小霸王再次迎来削弱 被动每层增加20%至48点护甲 降低到16%至32点 削弱了前期的坦度和兑现能力 蓝朋友得到加强 一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二技能伤害增加 能就是朝打一套爆发的方向加强 一技能CT减少 也让蓝打完伤害后 有更多的退场机会 橘小金被动回复效果 对非英雄单位减半 略微降低了续航能力 不过影响不大 毕竟大招也有不错的回复能力 马超强谱命中敌人 减少所有技能冷却 从0.5秒变成了0.75秒 仍处于平衡强度的状态 那霸肘中装也迎来了调整 最大生命值降低为1500点 新增了两个属性加成 分别是增加100物抗和50魔抗 新增被动天命 可以提升10%的额外生命值 被动复苏的效果 改为每秒回复0.5%的最大生命值 拖战后回复效果翻倍 算得上是一波小加强了 黄刀再次重做 小黄刀新增60点物抗 新增了一个每次普攻 有15%概率对小兵和野怪 造成物理方案的被动 大黄刀生命加成增加1200点 新增120点物抗和60点魔抗 取消了移速加成 对于小兵野怪 造成物理伤害的概率 提升到30% 新增神力被动 每次普攻会造成50-100点 加5%的额外生命值的物理伤害 对英雄减半 那新宝黄刀的被动 伤害受额外生命值影响 基本上是给坦克英雄出的 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坦克英雄的 倾泻能力和发育速度 以上就是本质体验服的更新 兄弟们期待哪些调整上线增值服呢